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火 无一是今后牵动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关键 随着美国其中选举的落幕 双方能不能够弹出一个新的局面 大家都在等待 不过在此时刻 中国方面丝毫没有示弱的迹象 而且以不断的行动来展示 它坚持世界的贸易 不能靠着个人的意志来改变 也坚持市场开放 必须是国际的主流 不仅这样坚持 他们还拿出了行动 那就是11月5号 在上海揭幕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这博览会大概过去很多国家 真的是少见的 中国大陆宣称 他们组织了3600家企业 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产品 也宣称可以吸引40万以上的买家 来到博览会采购各样的产品 习近平所要做的 就是展示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 宣称中国已从过去的世界制造的制造商 已经变成世界的市场 不再是世界工厂 而是世界市场 以此说明中国大陆的变化 进口博览会究竟展示了一些什么 而中国大陆目前的领袖们 在最近不同的国际场合 究竟说了哪些话 对未来的贸易谈判战 它们跟美国 会不会再达成一个新的局面 缓和大家的心头恐惧呢 就等着未来这半个月的变化 四野草形状的屋顶 开幕四年的上海会展中心 在11月初办了一场 与美国互别苗头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中国的第一次 又选在美国其中选举前一天开张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亲自 跟各国领袖代表起聚一堂 大张旗鼓举行开幕仪式 万邦来潮的排场 习近平心情大好 上台演讲一讲就是40分钟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不化贸易愿景为开放做出承诺 将扩大进口调降关税 摆明了直接呛川普掀起的贸易战 说白了就是要川普刮别人胡子之前 先把自己胡子刮干净 甚至再补一刀告诉川普 中国可没那么好欺负 狂风咒语可以先翻小池塘 但不能先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咒语 大海依旧在哪 面向未来 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为了这场别开生命的博览会 中国广要172个国家参与 各国元首领导人等代表 更在前一天纷纷抵达 习近平以东道主的身份 举办晚宴为宾客接风 他与夫人彭丽媛一一向嘉宾握手寒暄 在气派的金色会场里 中国迎宾宴处处彰显大国之资 还亲自带各国代表到会场逛一逛 在这座全球第二大的会展中心 共有上万件商品可以观赏 有小到3000万人民币的香钻高跟鞋 大到连直升机全都霸气搬进来 让你一次看个够 习近平先带着各国领袖 走进82国组成的贸易投资综合展区 仔细敲个就镜 见到习近平来看展 捷克总统马上前来接待 他一时寄养还用捷克产的钢琴 弹上一曲送给习近平 甚至还推销起捷克啤酒 只见习近平给足面子 立刻大口畅饮 接着被坑亚的鲜花吸引 又拿起萨尔瓦德咖啡 频频暂时 放了一圈走到中国馆 就是习近平的show time 他邀请辽国和越南总理 走进复兴号高铁的模拟驾驶舱 看着萤幕模拟画面 控制配速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站在习近平身旁 看得津津有味 走到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模型旁 越南总理阮春福平点头 这些你来我往的吹捧 除了台面上实质经济交流 还能巩固邦交 中国也阿萨黎明讲 要在进博会砸下台币 5500亿的采购 让中国从Made in China的出口国 转变为全球商品的大买家 选在川普最忙的其中选举 邀来世界各国开party 让老美怀恨在心 没派出任何官员代表参加 且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元首 统统没来 然而就在其中选举后 中国来了一位美国贵客 8号亲中的共和党大佬 前国务卿季欣吉 突然在中国外长王毅 陪同下现身北京 已经高龄95岁的他 还特别搭机前来 习近平当然亲自节俭 季欣吉的来访 无非是为了11月30号 阿根廷登场的局团体 川普与习近平将举行贸易战以来的首次会晤 关系紧张的中美借由着礼貌互动 先化解僵局 而他抵达中国前先去了新加坡参加经济论坛 同场出席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释出善意 中美两国对扩大经贸合作都有良好的愿望 中方愿于美方就双方关切问题展开磋商 推动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两国过招习近平与川普扮黑脸 王岐山与季欣吉则扮白脸 中美贸易大战能携手波云见日 重修就好吗 就看川习在月底局团里会叫出什么牌 大渡邃 中文字路